朋友们大家好 这有特殊香味的蓝角 有多久没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了 今天铁头用它配上排骨来安排一道怀旧菜 我要先把这个蓝角给切碎一点 用的是三根排骨 所以用了这个蓝角稍微也多了一点 实话说这个蓝角我们小时候是吃到怕的 基本上天天都有 专门是用来送饭的 没什么肉吃 切小块后先放一边背 接着我们来处理排骨 评论区里经常有朋友会问我 铁头你买的排骨那么漂亮是什么排 在这里告诉大家 排骨前排的第三第四第五根 是最好最漂亮的 这点的肉质会比较香比较嫩 好先把它砍成小段 排骨开好我拿去给洗一下 用清水给它多扎洗两遍 而且血水给它抓出来 洗到这排骨颜色变白就差不多 好现在把它水分给挤一挤 挤水后我们再拿厨房用紙 把它水分吸干一点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蓝角煎鸡排骨 所以这个水分一定要给它吸干的 吸干水分的排骨我们放回大分钟 现在给它调味腌制 整上适量的盐 一小勺的白糖提鲜 再整上少许的生抽 先用手给它拌均匀了 我要把这个排骨多搅拌一下 搅拌至它起胶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还要下生粉 加上一小勺的生粉 再次给它拌均匀 腌制排骨的顺序 大家不要给它搞错了 你要像我这样腌制排骨 想要做出来的排骨 口感变柴头蓝了 好 充分拌均匀后 最后我们给它来上少许的花生油 给它锁住肉汁 稍微翻拌一下 放一边腌制十分钟 我们来切点蒜粒 姜我们就不用了 排骨配蒜是最搭配的 青红椒来一点 用来搭配一下颜色 最后还要切上一小把它冲断 铁锅先把它烧热 淋点油进去 这个油我们不需要太多 首先把我们的蒜粒给它放进去 把这个蒜粒给编一编 这个时候我们的火力不要太大 中小火慢慢地把蒜香味给它逼出来 把这个蒜给它抱着 表面有点焦黄来 蒜粒爆下后 把铅装出来 锅中留油接着我们的煎排骨 太速地给它摊开 煎排骨时我们用蒜火来给它煎制 那样可以快速地给它锅住肉汁 一面煎的差不多了 给它反过另一面来煎 这个排骨呢 我们不要把它煎得太老 两面煎的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这个多余的油体给它淋出来 不要 这个排骨它也会带一点点的肥油了 把油倒掉后 把我们的蒜给它重新倒回去 再把蓝角给它倒上去 往锅边盛上两圈的白酒 拿个小盖子开上 给它中小火焗两分钟 两分钟过去了 哇 蓝角的味道上来了 现在我们再给它盛上少许的生抽 把我们的青红椒还有蒜 给它倒进去 快速地给它翻炒几下 略微给它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排骨现在已经熟了了 非常的香 非常的嫩 好了 关火出锅 一份越老越回味的 蓝角煎鸡排骨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 嫩滑入味 香味特殊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哦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了